我订阅一半罢了 然后我没有信心 因为我听人家说 那个东西 信息 怕人家拿 自己的资料 很多人都不向我订阅 我认为有很多恐惧 我们的资料是安全的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曾指出 大马是发放最多补贴的国家 光是去年的补贴拨款 就高达810亿令吉 不过同年10月 国债也突破了1.5兆令吉 大马甚至位列全球债务六大高风险国 为此政府落实针对性补贴 势在必行 而今年1月推出的主要数据库 趴堵就是其中一大几步 从2024年1月2号开始到3月31号 年满18岁或以上的大马公民 和永主居民 可自行在官网填写个人与家庭资料 作为政府鉴定受贿群体的基石 不过截至2月25号 只有380万人完成注册和更新信息 与原定日标2980万人相差将近九成 亚视新闻走访龙氏一带后 也发现大多数民众对这个新政策 一知半解 我其实是有关注政府editor 是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可能 就那一方面 就是该宣传的东西还是要宣传 要不然的话 放这个这样子的津贴出去 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另外 帕毒系统开跑不久后 被不少网民揪出错漏百出 例如第三方 能以相关用户的身份证号码 更改对方的注册密码 即便政府多次保证 已经完好修复漏洞 却无法消除民众的疑虑 我认为实际上 是对的 但我认为当他们开始推荐它正确 他们可以给我们 正确的确认 所有的资料 因为我记得 有一个厉害的资料 从政府的网站 我认为是从 MySechatra 现在很多那种所谓的诈骗 怎样讲都会担心 如果外洩的话 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这样子 我认为是比资料安全 比较重要 总的来说 帕赌看似还不受民众待见 但这个国家主要数据库 实际上大有弊异 经济部长拉菲兹曾说 不少索取政府援助金的人 却驾着马赛迪豪华轿车 一针见血点出了 旧有补贴制度的纰漏 而帕赌不再只是依据 收入类别 发放补贴和援助金 还考量了可支配收入 需赡养人数 居住地点的生活成本等等 有效排除误差 援助真正有需要的群体 为此 亚氏新闻也采访了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 执行董事李兴玉 一起来听听她对帕赌的看法 有些人讲她自己本身觉得她是B40 可是她的生活不是B40 她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更高的M40 表示我们根据他们的资料 表示我们审查资料是精准的 可能很多人就被排除在外 我们40%有是在智慧市场 所以在智慧市场的话 只要是你们去注册的话 可能你就会纳入在这个资料里面 到时政府发放津贴 你就可以赏资料 因为之前你看到疫情发生的时候 政府有发放那些津贴和援助金 很多是在智慧市场的他们本身就没有一个数据在那个 EPF 索售或是在那种货币的话 这样政府发放的话是根据它原有的资料 这样你可能就被排除在外了 最少你要纳入一些现有的B40社群 B40目前是大概316万 所以现在你的数字是接近300万对吗 300万 表示我们有超越到五六百万 表示政府的主要帮助的社群是B40 这样可能假如是这些在里面也算不错了 不到50%我觉得他可能会再考虑要不要把它延长 反正这个data这个盘度假如是能够达到他们所 80%的目标 以后呢我们就有个很很很很完全很多的数据 可以做很多东西 不只是单单为了针对性的这个津贴合理化 今年政府他们会通过一个议案叫做Ombus Act 这个Ombus Act就可以 每一个政府单位的数据就可以综合在一起 他们就可以做审查了 我们马来西亚的各单位政府单位各部门很多数据库 就是超越大概400 像JPJ啦 或者是Income Tax EPF啦 Soxo等等啦 现在万一它是能够把它综合在一起呢 的确是对 不是对政府 有时是人家要做一些研究啦 或者是要跟政府配合的话 要做一些政策的话 至少有这个比较齐全的 比较完整的那个中心的数据库啦 一箭一段十箭难折 改革国家的重担并非只落在政府的肩上 李星玉说实行针对性补贴 有助于减低财政赤字 促进国家发展 他也鼓励国人抓紧时间 赶在3月31号之前 在帕赌系统更新资料 与中央携手共进